第三世多解羌佛办公室 第十一号公告 第三世多解羌佛一直教化大家 就是要让大家都做一个好人 好佛教徒 好修行人 无私善人 超反德人 利益他人 让众生学到真正的佛法 了解 掌握和实行佛陀的正知正见 从而走上了三托四 自立立他的菩提指道 随时随地第三世多解羌佛 心中所想 口中所说 身体所行的 都是断除自私我执 解除众生的苦恶 带给众生的幸福 增长众生的福慧 第三世多解羌佛为什么发愿 只给大家传授佛法而不收供养 因为第三世多解羌佛 怜悯大众生活的艰辛 想到大家每日奔波操劳 养家无口是多么的不容易 因此宁愿自己艰难 也不愿给众生带来一点负担和压力 第三世多解羌佛的一切 五步映造了第三世多解羌佛 在解脱大手印中的誓愿 在解脱大手印中 最圣菩提空行海心水的一规力 有这样一段第三世多解羌佛的心形愿力 十方诸佛也妙方 惭愧第三多解羌 菩提洁净我今说 如回此劫必解脱 如当地听三叶行 可入圣意最上尘 我发愿力言行出 两排文具藏尽诀 众生的一切造业罪过由我承担 我中的一切善业功德全给你们 佛陀第三世多解羌 是要把一切好的给众生 把众生所有不好的接收为自己承担 但与佛陀的光明圣洁 无私利纵形成鲜明对照的事 有极个别的人波前 却不遵从佛陀的教导 不学习佛陀的法教 他们不仅不利益众生 反而披着光鲜的外衣 剥削众生的钱财 破坏众生的慧命 为隐藏私欲与恶习 采取篡改第三世多解羌佛的法音 或者不让众生听闻第三世多解羌佛的法音等方式 有的则变相的鼓励弟子 不闻第三世多解羌佛的法音 这到底是为什么 目的何在 原因是为了他们不致曝光现眼 而达到长期骗取供养满足私欲的目的 我们要知道 在当今时代要学到真正的佛法 得到真实的成就 公文第三世多解羌佛的法音 是获得政治正见的唯一来源 第三世多解羌佛早就正式宣布过 无论什么人 无论他是什么身份 都不能代表第三世多解羌佛说法 传法 因此这些扣押 篡改第三世多解羌佛法音 鼓励或容忍弟子不闻听第三世多解羌佛法音的人 到底是什么人 抱着什么目的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这些人是将众生引向堕落和毁灭 是将众生带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之路 为此第三世多解羌佛办公室不得不公道留下 第一凡事不闻第三世多解羌佛法音的佛教徒 无论其身份是尊者还是大法王或大师大法师等 一律都得不到圣意内密佛法的灌顶 原因是虽然身份高 但由于不了解正法意理 知见偏邪弱于迷信 我们绝不能让邪恶之人拥有如来正法大法 以防恶人私欲畏己骗害众生 故无论何人凡不闻法者 余律不可能传佛法受以圣意内密灌顶 第二 目前大部分的人波且包括尊者、法王、攀部、格西、法师等 贤头称谓者都是很好的 凡法王、尊者、攀部、格西之转世者通称人波且 但是在仁波且们当中 除邪恶的丹真诺日之外 又出现了两位仁波且斜之斜剑 打着正法旗号护身 却借用传承地位 断奖、错奖、法律 以骗取众生供养为目的 把第三世堆解枪脖的有邪法阴暗藏起 乃至于不让信众善事之人闻听 甚至把法阴中对他不利的定义剪掉 原因在于有些法阴里面明确开始了 这类仁波且不正确邪见的行持 所以此类仁波且十分担心恼火 恐怕弟子听到法阴远离于他 唯独施出一记 让弟子听不到这类法阴 以免孤露自己的本质 所以此类人采取方式麻痹弟子 让其在不知不觉中回避听法阴 而弟子自己还不知已入迷途 这对修行人来说 真是一族差错被骗 落于终身堕落不得成就的名冠中 更严重的是 最后与邪师一并堕落三二道中 苦不堪言 因为凡事不闻听法阴 你就不会明白佛法的正理真谛 也就不知道这位邪师仁波且是谁 也许正是你所谓的大德上师 法阴中随时都会讲到 邪知邪剑上师们的不敬行为 你必须要闻听法阴 才能知道你接受的叫法是否正确 目前这位仁波且或法师 是否是你的金刚上师 听闻法阴才能随时发现正之剑和邪之剑的区分 你的上师是否与你布入了不正确的支剑 第三 这两位邪恶之剑的仁波且是谁 占不点名 希望能改邪归正 但可以明确的告诉修行善士们 这邪界之人他具有正统认证传传 地位很高 头显大 名称好听 但目前未能得正大胜正量金刚幻体禅开店 第四 如果这两位仁波且或其他 有些类似邪见行为不正的人 还不忏悔自己的罪业 改正自己的罪过 甚至继续暗藏第三世多结枪佛的法音 或剪接第三世多结枪佛的法音 照常不让弟子听闻已公开的全部法音 第三世多结枪佛办公室 将会公布他们的姓名 并将其邪恶之师的邪说言行 不同经教而反对释迦佛陀 破坏戒律的开示文论 足以批判告示大众 当然 如果知初能改 从善去恶 弘扬政法利益大众 这是可赞叹的 第三世多结枪佛办公室 是2010年3月14日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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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